Hello 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尼泊尔的首都加的蛮多 尼泊尔最近是雨季 每天都在下雨 已经连续下了有一周多了 今天终于是一个晴天 然后我终于可以出来买点东西了 我现在是在尼泊尔的泰米尔街区 这个街也被人称为外国街 就是所有来尼泊尔的人都会来的一个地方 在泰米尔总共有三条街道 街道两边都是卖服装 珠宝 手工艺品 拿什么的 然后在泰米尔也是被誉为代购的天堂 有很多就是我们国人来在这边代购 因为这边的珠宝 沐桑赞的确是很便宜 然后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 两边的店铺几乎有一多半是属于关门的状态了 也有很多我们国人开的宾馆还有饭店 现在几乎都关门了 因为在泰米尔的主要是以旅游业来发展的 现在疫情原因没有旅游的 然后几乎所有的店铺都是在赔钱 现在出租车司机呢也都是在这里边来拉客了 以前这里边是不让拉客的 我们俩来这边已经有快六个月了 然后这个月底呢我们俩就回国了 终于能回国了 我朋友知道我们俩回国了 就让我帮他带一个莫桑赞的戒指 因为莫桑赞戒指在这边真的很便宜 然后那个戒指呢已经做好了 因为下雨天我俩也没去取 我现在呢去把他这个戒指给取了 我现在呢来到他们店里了 这个戒指呢已经做好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朋友订的莫桑赞戒指 他订的是一克拉的 然后这个托是银托的 总共花了五百五十块钱 挺闪 挺亮的 如果说不专业的人真的看不出来 这个戒指是假的 然后他说是送给他女朋友 当七夕立物的 正好我给他带回去 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 很多人来这边带购这种莫桑赞 还有宝石的确很便宜 这一克拉才三百多块钱 然后还给带个证书呢 好了这期视频呢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 我们下视频见 拜拜